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自己都不肯定 你又怎么能够肯定呢 你一定是 我不是 你不要逼我了 喂 你这么大的人一点成家立业的打算都没有吗 对不起 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人教过我怎么个成家立业法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啊 百分之百 是男人就要娶老婆的 我两个师父都是男人啊 他们也都没有娶老婆 你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什么感觉啊 男女之间那种啊 我没有这种经验 所以没有这些感觉 好 我问你 如果我伤心的话 你会怎么样 我跟你一样伤心 甚至比你还伤心 那如果你有好东西 会不会跟我一起分享 当然会了 独身胆肥嘛 如果你家师父 我 还有一条狗 你会救谁 我没有养狗啊 那猫呢 猫跟狗一样 一样都是有生命的 我两个都救 只可以救一个 好 那我救你 那就说明你已经爱上我了 这样也算 我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 我早就说过我要嫁给姓张的人了 姓张是个大姓啊 全国千千万万个姓张的 不单止我一个 可是我就配过我们的十辰八字真的很相配啊 十辰八字配 不代表你一定要嫁给我 我一定要嫁 你一定要嫁给我 我不一定要娶你啊 你不一定要娶 好 你说的 喂 敢拿我 谁也带着呢 谁这么敢当的 给他笑就行 放肆 我有叫你们保住他吗 过门都是客吗 松宝 师傅 你别后悔啊 松宝 我要去你的狗兵 明知打不过人家还要打 好 有知情 你失陈何处啊 这位标志 明天罢 就是我师父 你抢了标 又伤了我师父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听我说 这件事情我有苦衷 把师父帮还给我 放送我师父发羞 不可以 不可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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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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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ña 啊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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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放开我 我跟你说了很多遍了 师父有命 必须到了标局才能松绑 狗 你说什么 你们武当派上上下下都是狗 我看 你才是狗 狗嘴里吐不出像鸭 对 我还是劝你 死了这份心 依我师父现在的武功 你就是练上了十年 二十年 哪怕是一辈子 你都不是他的对手 我一定会打败他的 撒跑尿照照你的样子 你行吗 你打我 来啊 来啊 我没那么笨 走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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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珊 你怎么这样 事情是这样的 张少侠她 你也快不行了 你听到了没有 你快不行了 放开我 放开我 师父 师父 你先回来了 崔山 师父带你如何 师父带醉山由同己出 温重如山 那么 为师的话 你可会听从 崔山请遵师父教诲 记住 千万不可去找张军宝报仇 岁山 岁山本来想替师父报仇 却记不如远 你真的去找张军宝 臭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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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师叔的话 你都忘了吗 总表头 您这是深名大义 我是扶张俊宝 派我把张崔才送回来 并吩咐我 向您问安 什么 张俊宝来了 爹 不是张俊宝 是他的徒弟啊 崔山 崔山的 你跟张大侃有缘 你去求他 拜他为师 若能得到他传授武功 将来 必能成为大器 不 除了师父之外 我不会再被师父了 别傻了 若能成为张军宝的弟子 是你的福分 不 我什么都不要 我要叫师父赶快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是张军宝 他是张军宝的徒弟 对啊 我是苏远桥 苏远桥啊 董大仙 老夫有个不情之情听 什么 老夫最放心不下的 是女儿许彦 我将实验 我将实验 就交给大家了 我真 让大家 若是不答应老夫的请求 老夫死不明 苏远桥 答应我 苏远桥 苏远桥 祝此 vá policy 一些 이걸 否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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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有用吗 你知道总彪彪他就活过来吗 你说什么 你想干什么 爹刚刚才去了 你现在又在这闹事 有道理想干什么 我要下次将对方 请师父报仇 孙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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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山 徐山 祟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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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你在哪裡啊? 師父, 我對不起 我對不起, 別回去 對不起 別這樣問別人 你別這樣好不好 師父, 待我恩仇如山 如果沒有他, 就沒有我張翠山 我 再也不能侍奉他了 爹在天之靈, 一定會知道你的心意的 靖子, 不能不報 如二爹, 忠實說的話了嗎? 他不讓我們報仇 難道我們將未標準是縮頭烏龜 有仇不能報, 天下武力會笑我們 可是 但師父入土為愛後 就是張天堡, 命短之時 遠橋送張翠山回去, 那麼久都還沒回來 會不會有事呢? 這位標局林天堡呢, 是個講道理的人 我想他應該不會有事的 早知道我自己送他回去 你呀, 先坐下來休息一會兒, 喝一口茶, 好嗎? 師父, 我 發生什麼事啊? 明明表頭他 他回來了 他回來了 他死了 怎麼死的? 他病得很重 我受罪殺回去的時候 他已經不死了 想不到我害死了一位頂天立地的老英雄 他是病死的 不關你的事啊 不是 如果不是我 一定要要回明堅山莊的把劍 他就不會失信愚言 讓人上門找麻煩 連正圍標局的招牌都保不住 他臨終前跟你說過什麼嗎? 他跟我說 要招去死他 不要再找師父報仇了 臨終前 他老眼會花 把我當成師父 讓我照顧他的女兒 林雪燕 你聽錯了吧? 一字一句聽得很清楚 我看是他讓你去照顧吧 沒有 沒有 俊姆已經要照顧你們幾個了 他要照顧我 那有時間去照顧那個姑娘了 你是聽錯了 我是有話少說 沒有多加一個字 我看是林彪頭 覺得你對林姑娘有意思 所以才讓你去照顧的吧 你胡說 胡說是你 那我把你當作俊姆的道理啊 我們就當恩師 他托你去照顧林姑娘 從你以後照顧林姑娘責任 就交給你了 我 林總彪頭答應賠給我五萬兩銀子 現在只有五千兩 我是來拿那剩下的四萬五千兩銀子的 家父屍骨為孩 日後入土為安之後 自當奉上 那我們顛覆的欠款怎麼辦 那是夜劫的錢 你著什麼急啊 欠人家瘋了五千兩 我們怕他夜裡 連藝術院也收不到 你們太過分了 這位標局正在拜當時社會討債 太過分了 你別再裝模作樣了 誰不知道鎮威標局 多次敗給張軍寶 早就是日落西山 風光不在了 胡說 我不說 我不說 我再給你三天時間 三天之後我拿不出錢來 這些東西我通通搬走 走 師父 突然沒用 還師父受盡屈辱 突然該死 張軍寶 張軍寶 我一定要殺了你 一大早就趕路 是不是很累啊 沒有的事 我今天早上起來的盡頭別體多大呢 我有種感覺啊 今天我們一定會碰到好事 說不定 我們能找到另外一大寶劍 一定會 快快慢用 來 吃饅頭 怎麼 不喜歡吃啊 不是 其實我每天早上吃的都不多 以前我在沙漠也就只吃半個餅 不過 那一大碗羊奶 卻是少不了的 新炸出來的羊奶 自備兒特別好 你們中原什麼都好 就是沒有好喝的羊奶 離家那麼遠 你一定是想家了 嗯 就是有點掛念娘 本來 你和我來到中原 是來享福的 可是沒想到 是不是讓你失望了 要找回八把寶劍 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這種顛簸流離的日子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羊兒 如果你想回去的話 我是不會阻止你的 當初是我自己決定要跟著你的 無論如何 我都不會回頭 你不怕和我在一起吃苦嗎 我相信我的眼光 你絕非平庸之輩 你不會讓我一輩子吃苦的 你一定會重振民建山莊 在江湖上揚名立萬 你放心吧 我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你今天看到的 那還有假 你把絕民建果然民不虛傳 這一出跳 突然刮起一陣龍捲風 天地變色 把人給嚇壞了 請問絕民建在哪裡 你是誰啊 明建山中一季風 夜少茶 你們說的絕民建 就是夜少茶的東西 它現在究竟在哪 在青城派長春子的手裡 青城派長春子 在下一季風 前來拜見 青城派道長長春子 各位為何以劍相向 難道這是青城派的待客 知道嗎 尤其文 你真的是前來拜會 還是前來搗亂 我今日前來 是要取回本屬於明建山莊的一件 重要的東西 我師父正在闢關 不會降客 闢 闢 我看是闢關練劍 練的正是從明建山莊 偷回來的絕命劍 大好 這兒沒點事 少管閒事 還是請長春子道長出來一下 否則 就別怪在下失禮了 明建山莊已經名存失望 今非犀 你休止 好 今日 我就讓你們見識一下明建山莊的劍器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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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快點 快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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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小姑娘叫明道鸿 君宝为了帮明道鸿脱离家户的魔掌 不想嫁给家户做妾室 于是他就连夜带着他远走高飞 从此他们手牵手心连心闯荡江湖 越过高山越过温 终于有一天 他们到了一个叫太虚冠的地方落脚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他们经过了无数的日落 日出春夏秋冬到了今天 终于小女孩长得亭亭欲立 一颗代价的心蠢蠢欲动 于是乎他的好哥哥 帮他到处去找理想的伴侣 第一次出去运气不好 没关系 正所谓屡战屡败 累积经验再次上阵 所以君宝哥哥 终有一天可以帮你找到 你的如意郎君的 至此 这真是好心爱耳光 这个东西怎么会这么沉的 我还以为找了一份好差事 谁知道这么遭罪 很沉吗 还好吗 只要大人用耐心就不会很沉吗 用力用力啊 各位 二伯ج愿 稳一点 我老师 是你們啊,有事嗎? 你這回家沒幾次啊! 你把吃起飯了就沒命了! 放,放,放,輕一點,師父說要去拿,先放嗎? 這是什麼呢? 師父,讓我們把這東西送給你們 嗯 放,放,輕一點,師父說要去拿,先放嗎? 是巡武劍 巡武劍? 對,師父說會繼續去明夜山莊把其他的劍都找回來 替我謝謝你們的師父 這劍沉死了,一路就快給我們累死了 真是勞費大家了 哎呀,談了這麼久,這個手都痠了,這個空空了,餓不了 那我們做多,請大家留下來吃頓便飯 馬步要穩,腰要直 你看人家,四平八穩,神態自弱 你看看你們,大漢低小漢,小右發抖 這叫什麼馬步?你告訴我,什麼馬呀? 師父,我們練不了多久了,還要練多久啊? 對呀,荒渣馬,腿都馬 你不需要我們一招半吃,十六點嗎? 你們這群猴子,還沒學走就小心學跑 就算讓你學到天下絕招都沒用啊 師父,不信你過來試試看你腳轉不轉 閉嘴 小學寶,今天是你的死期,我要為師父報仇 接著 飛山,你忘了見到林中一員了嗎? 小學寶,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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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馬文跟我回去吧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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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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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对手 你打不够我的 回去吧 刺身 你不要再打了 你打不够他的 跟我回去好不好 师父 突然不重要 不能为师父报仇 请师父原谅我 不要 刺身 张军宝 我杀了你 你冷静你 别这样啊 你打输了想自杀 是张军宝救了你啊 他为什么要救我 你不要再跟他斗了 你根本斗不过他的 再说爹去的时候也吩咐过了 不要找他报仇啊 难道 这个手就算了吗 除了报仇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 比如说镖局的生意 还等着我们去打理呢 这套施了镖 师父又死了 这位镖局在江湖上生命狼藉 还是会找忙保镖吗 那你说怎么办啊 放心 我不会离开你 我会由于照顾你 别听啊 我对不起 我一直 别再说了 我对你的心意 你应该知道 我不想再听啊 我不想再听啊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到镖局的时候 我记得 那时我才就死 吃不饱 穿不暖 幸好师父收留我 我才不会死在街头 我当时很高兴 因为我从小就希望有一个弟弟跟我一起玩 从小到大 师姐很照顾我 随臣知道 这十几年来 我们虽然不是亲姐弟 可是彼此也没什么分别 对吧 我希望我们像原来一样 相亲相爱 互相关怀 这样 爹的在天至灵也会感到安慰了 是吧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不如坦白跟我说 我废不上 让我死心 叫我好过一点 你误会我了 我没有误会 我知道自己武功低伪 比不上张军宝 你不喜欢我 这是正常的 你找到哪儿去了 我是傻 但是一点也不蠢 你不要找到好下来骗我 你根本就看不起我 随臣 随臣 买张画吧去 买张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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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不要 买张画吧 我对你来说 了吗 我对你来说 这事 我对你来说 我对你来说 你不要 对你来说 我 说 给你 那么 你 能不能 对你 不可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是什么人 干嘛带我来这里 我们是志同道合的人 什么 你不是要杀张俊宝吗 我们都是他的仇人 张俊宝的武功非常的高强 要想杀了他的话只能靠智取 不能立敌 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肯跟我们合作的话 我倒是有个很好的妙计 可以让张俊宝死掉 只要有办法能杀张俊宝 我都愿意接受 这是一个震天雷 不要小瞧他 他足够让张俊宝粉身碎果 知道不小心踩在震天雷上面 不是什么结果吗 看见了吗 一个震天雷就有如此大的威力 我们有一包震天雷 足央让张俊宝粉身碎果 灰飞烟灭 慢着 安静商人太卑鄙了 你刚才不是说 只要能杀了张俊宝 什么办法都可以吗 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等到把武功练成以后 堂堂正正地跟张俊宝 比试武功的话 那你一辈子都不是他的对手 你一辈子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都不是他的对手 说明天雷在这一部 他们没有说明不尽 那你一辈子都不赚在 是 avaient这一座 你一辈子都不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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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阁损 他没看见 他没看见 如果他一伤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晚上我跟你说的话 忘记吧 以后 我们还是好姐弟 你想碰了就最好了 那咱们回镖局吧 走啊 你又想去哪儿啊 镖局还有很多事情要打理呢 我想去太区怪 你又想报仇啊 不 我打算向张军榜道歉 道歉 好歹他救过一命 我应该去谢谢他 我根本打不过他 你放心吧 那倒是 我陪你去一趟吧 不可你可记住了 千万不许胡来啊 好 我答应你 走啊 一切都一半妥 张军榜这次一定给炸得稀巴烂 好 干得好 你说什么 镇围标局的张翠山要报仇 我送了他一包镇天雷 好好招待一下张军榜 镇天雷的威力非同寻常 随时会伤进无辜 那个张翠山会心灵不保的 谁关心他的死活 最好两个人同归于尽 我觉得根本没有必要利用张翠山来对付张军榜 你心痛了吗 你是不是爱上了张军榜 还是喜欢上了张翠山那小子 想不到你还挺谈心的啊 你再说一遍 为了敌人居然对付自己同伴 还说不是动了情 够了 这是我的主意 崔珍 你愿意跟张军榜道歉 也是件好事情 跌龄中的时候一再的嘱咐我们不要寻仇 况且你的武功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 如果打下去的话 吃亏的是你啊 你放心 我不会再冲动了 让你们两位站在这里整 也没给你们倒杯茶招呼你们 真不好意思啊 干嘛 放下 放下 进去准备些东西招呼客人 是吗 先进去 先进去 有何贵干啊 张翠山 你是不是又想来捣乱 你误会了 我师弟是想来跟张大侠道歉的 我做了一个梦 见到师父很伤心的样子 我想师父是叫我不要报仇 我张翠山 生性冲动 一见五福 不会说话 又得罪师父您的地方 请师父能原谅 等等 你叫我什么 翠山此行除了道歉 还想拜师 对不起 我受不起 你师父的死 间接跟我有关 我已经很内疚了 我怎么敢接受呢 张大侠你有所不知 我爹临终的时候 曾经再三叮嘱师弟要拜你为师 晴秋习武 他现在 只是尊重我爹的遗愿 你爹已经过世了 所谓死无对证 你们讲什么都可以 都不知道你们按什么局势 当时我在场 这的确是总标和的遗愿 小戏有诈 我们也不能以小人之心 做君子之父 我是为你安全着 拜不拜师以后再说吧 过门几时刻 如果两位还没有地方落脚的话 我不建议你们先住在太虚观 那我们就打扰了 多谢师父 先别乱叫 我不是乱叫 我知道 你不会那么容易相信我 但是我决定了 拜你为师 为了表示我的决心 所以我在手上 赐了八个字 一世为师 终生为父 为师父 们 前来 冠 04